新年快到啦 今次介紹一個簡單易做的賀年小食 這個就是笑口組啦 吃完包你日日都是這麼開心 笑口常開 那不如大家一起做吧 將低筋麵粉150克 泡打粉2克 砂糖35克 然後攪勻 加了泡打粉 笑口組在炸的時候 就會自然膨脹和裂開 加一隻全蛋液 然後攪勻 接著加粟米油20克 如果沒有粟米油 可以用其他食用油代替 如果麵團太乾 可以加少許水 記住水要逐漸加 因為每一個牌子的麵粉吸水能力都不一樣 而做笑口組的麵團是比較乾身的 所以我只是加了5克的水 拆勻就要停手 避免麵粉起筋 做出來的笑口組就不夠鬆化了 用保鮮紙包緊 將麵團休息15分鐘 15分鐘之後 將它切開一半 拆成長條形 將它切成小粒 大約6克為1份 不建議切太大粒 因為芯比較難熟 而且炸出來會不會鬆脆 然後將它搓完 用這個材料大約可以分為40份 現在將麵團放入水裡 加上芝麻 再用手搓圓 芝麻就會黏得很緊 可以將小口組拿去炸 炸小口組的油溫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用中火加熱油溫至140度 如果沒有溫度計 可以用筷子測試油溫 當你看到圍著筷子的氣泡慢慢升起 這個時候就可以將麵團放入去 記得一定要用最小火炸 因為太大火會令表皮燒焦 不過裡面還未熟 太高的油溫會令表皮迅速變硬 這樣就做不到自然爆開有裂紋的效果 即是你的笑口組是不會笑的 大約3分鐘 麵團就會自動浮起 就會見到自然的裂紋 用筷子攪拌一下 令它平均受熱 全程大約炸16分鐘 在最後2分鐘轉大火 逼出裡面的油粉炸至金黃色 就可以上碟了 攤凍後就可以吃 可愛開心的造型 散發著濃濃的芝麻香味 外層鬆脆 口感綿密 在這裡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笑口常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個讚和訂閱我吧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見